前几期和大家分享FT推出的ROOCH 那背包的部分是一个很头痛的地方 那网络上看到一张图片 它是拍这个样子 这真的是一个可以把背包固定住的方法 它是把原本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有两块凸 这两块凸原本是要扣在这边 看到没有 这边有一个我把它推到内侧去的这一块 原本是要扣在里面的部分呢 就不要塞到背包里头 然后拉出来 透过这个连接的这个部件 把它拉到中间来 扣在一起 然后呢 因为它扣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里两侧呢 中间是有两片粉红色的部件呢 可以形成一个凸 然后往下呢 可以有一个凹 这样子把它往下放下去 以及呢 这一块粉红色的这一块部件呢 把它夹在 用它来当做两片背包中间的一个距离的一个 一个取舍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呢 你要调到好看的话就是这两个地方 一二 一二各有双动关节去调整它的一个间距 那我的话呢 会利用这个方向盘往上面顶 它有点去压住这一块粉红色的部件 让它的一个稳定性呢 再更大一点点 不管怎么样了啊 这个会比原本那个整个松洞的样子会好伤很多 但是呢 这个呢 就基本上就是有冲突到这个FT自己的说明书啊 它们变形的说明书背包的变形第一步就是把它给松开 那松开就是你看这边是一个洞嘛 那这个洞现在就是变成说这一块部件现在变成是空的 那你可以往内推进去往内挤进去就可以了 那它原本的一个扣就是扣的两个凸 那就是反正是一个取舍吧 我觉得也不难看吧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至少它这个背包的部分呢 得到一个相当大程度的改善 那毛病比较大可能还是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空洞啊 那这个应该也不是很 我觉得应该 到底设计师一开始是不是这样想 我是不晓得了 反正说明书不是这样写 说明书是告诉我们要扣到里头去